那么复兴航空一年之内就发生了两起的重大空难 26岁的空姐黄敬雅因为有事换班而躲过了之前的澎湖空难 没有想到昨天是再次遇到了空难坠河 那么黄敬雅的阿姨她知道消息之后呢 立刻前往北溢探视 她表示黄敬雅在坠机当时坐在飞机后方的位置 飞机受到撞击之后呢 用仅存的意识从飞机里面爬出来 一爬出来就看到四周都是水 黄敬雅带着氧气罩一见到阿姨还哭着说 她以为她就要死掉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